亮剑中楚云飞最多能统领多少兵,四个细节给你答案。 1.有文化,从他到李云龙部的表现可以看出来,楚云飞经通过金历史,说话也文周周的,在图上作业的时候李云龙也说了,这么标准的图上作业他还是第一次见到,说明楚云飞理论基础扎实,时常揣摩古金战法,可以说是非常有文化,有知识的一个将军。 2.有情商,有情商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,一方面是体恤下属,会收懂人心,解放战争中他组建了军官赶死队,发了好多淫援,在外退的途中,用枪逼着逃兵回去打仗。 3.一方面是忠实服从上席命令,这在未战如虎的国民党军官中是非常少见的,是个敢打敢拼的汉子。 3.有诚服,楚云飞身安涛会仰光之道,做什么事情都会谋定而后,三思而后行,李云龙都说从来没有见过楚云飞发过火,不会发火的对手是可怕的,俗话说得好,会咬人的狗不叫,这种对手一旦出击必是凶狠的一击。 4.有大局官,在抗战时期,楚云飞就能精准地看出国共两党的前景如何,甚至在抗战未结束之前就可以断延两党之间必有一战,这是当时很多人都没有的大局历史。 4.且他在有这种意识的情况下,还能主动积极地配合八路军作战,将民族利益放在第一位,这是非常可贵的。 由这四点可以看出,楚云飞不仅是个将才,还是个帅才,如果放在解放军统帅大兵团作战都是没有大问题的,但是他明珠烂头,最终随着国民党的贷网,逃到了台湾。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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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